大家好,我是建筑友人 今天我又來再探望另外幾位老友 今天來到CY,還有在網上 現在又是Manford住在深圳 我們雖然來到這間細職樓 叫Groundwork Architect 你以為這間是細職樓 但其實是一間跨國企業 因為它在香港、深圳、英國都有分公司 我是Manford Yuen,阮文韜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聊天 因為我處於深圳 2007年的時候 我還是在Kingston大學做港師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在倫敦一班年輕建築師 就做了很多一些很激烈的方案和設計 有些好像自居我們是一些archigram的年代的人 我教完書 我去完Kupin Mural 做了他們的中國代表 我回來香港再開的時候 那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很想做某些東西 或者坦白說我不是很擅長 就是做房地產的東西 我們做事的基因不是Humanity那麼簡單 而是我們怎樣去理解客戶的一些需要 客戶有兩種的,有房地產的 也有社會的 那我先歸類是社會 他們都是想做一個好的corporate 然後令人認識 我想現在我們能夠有三個city的operations 其實我想百分之九十都是因為這一類型的 讀大學的時候真是不熟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什麼時間跟Mamford聊天 一個葬禮上面認識 那就是我和太太和他聊了多了少許時間 其實當時我自己都還在一間中齡的公司 practice 正在 可能心裏面是對於 就是建築界仍有一種希望 我覺得團火是會懂的 如果我繼續這樣做下去 Mamford跟我談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感受到 就是groundwork對於建築的一種堅持和熱性 那雖然是有很多困難有很多挑戰 但是我又覺得不如我們試一試 可不可以 demonstrate 一個第三條路 就是不一定要去到一間公司 就是我們叫所謂炒樓 做穿衣服 然後就完額 這樣 有沒有第三條路呢 可不可以真的去 develop一些創意 令人去appreciate我們的創意 是有value的 我們做這件事是能夠得到人的認同 還有他覺得這個是能夠覺得 建築不是政治 是一棟冷冰冰的樓那麼簡單 應該我們用我們的創意作為一個建築師 除了起一棟樓之外 我們的創意有極多potential 可以剛才Mamford提到的 幫一個企業做一些策劃 一個品牌 一個positioning 一種marketing的一種想法 另外一個mouse zone 我想我可以說少少就是 我們種了ASD的一個 play space的guide line的project 我後來問ASD都知道 極難一間ban free的公司 種到一些這樣的project 因為ASD大部份 都是找一些大的公司去做 在根據篩選的過程裏 我們很努力地和一個心理學家 和一些公共設計的專家 再加上我們聯營 一起聯合地做了這個組合去投標 而結果我們贏了 我們發掘了我們一個research的能力 我見到客人找我們 其實都是為了這樣的原因 而不是我們做過某些什麼 通常都是我們沒有做過某些什麼 客人就說你沒有做過對了 你幫我試一下用第三者的角度 去看回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新的perspective 他這間很小的學校 所以他沒有一個很大的操場 他基本上沒有一個操場 給學生去活動 他就想著可以做一個伸縮的雨棚 讓學生在一個稍為平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活動 他有想過太陽傘 有想過那些閃盆 就是想過這幾件事 覺得這件事可以做得再多一點 於是我們跟他們一起去研究究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他很想給一個大小小的活動空間 這些小朋友走動 現在是沒有什麼的 讓他有一個大小小的空間 讓小朋友走動 第二本身一學校 現在是一個trade上出名 培訓音樂的一間學校 有很多樂團在裏面 但現在其實他們樂團的位置是不夠的 他很想給一個科 可以給那些小朋友裏面去練習音樂 去表演音樂 我連找過其他建築師的朋友 一起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這間學校基本上是一個獅子型 在一個中庭裏面 不適合的中庭裏面 要加一件東西是非常之困難 再加上檢查那個 就是foundation 那個limitation 已經去到98% 有一些建築師跟我談過的時候 就說你們都做不到的 你們都要放棄的 因為這件事是太困難度 我們有個信念 甚至我可以這麼說是學校有個信念 覺得這個project 是有幫助的 對他們 於是我們就想著 找一件全鋼結構的事情 由柱到梁到長體到clading 全部都是鋼結構的東西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鋼結構的緣故 我能夠可以一塊的roof 我們斬了做五件 很大件的 其實不是roof 是roof 是croft section 是斬了出來 然後就是將它由這一邊 整個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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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是很挑戰的project 我們自己都是一種藝術家 我們某程度上是一種建築藝術者 操作者 或者是一種創業的成員 我們一定有我們自己的四 有我們的touch 有我們的touch 我們某程度上 我們畫了一個很fluatic的form 因為原因是因為它下面 它離開那個地 那個空間 是要我們的小朋友在下面玩 那它那個headroom 大概兩米都不夠 兩米多 變成我們那個 就是live up 了那個structure 那個肚腩 那隻 我經常叫它豬仔 好像是豬一樣 那下面就 我們做到很奇怪 那令到那些小朋友在下面玩的時候 它不會覺得 好像一個flat的structure 那如果把整個肌理反轉 那在上面看的時候 整個肌理好像兩個山一樣 那我們又看到獅子山 那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裡面做一個山呢 那兩重的考慮 我們就義無反顧 就做一個三圍曲面的一個屋頂 而那種屋頂是要有一種 一種混亂感 那就是那百分之二的自我 變成這樣 現在這樣 對美學的理解 對於產品和設計的認可 是很多客人最高的一個 是一個雙屋頂的項目 其實這個雙屋頂是第一 去展示他們的企業精神 不常規的 流線的 就像家具一樣是有屋頂的 所以我們整個皮膚 是一個很exotic的 皮膚 是一個 跟它本體是兩個體系 所以其實裡面很簡單 但是我們 liberate 了很多陸化空間 很多很多 我想大概 每一層都會有一個中空的花園 將一層和六層全部交給 共同 所以我們整個概念 做一個平山 深圳平山這個六周 就是每一個 Visag Aperture 都是一個shading device 讓我們可以整個 建築的溫度可以減低 各分之十以上 在一個烈日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相信創意的能力 我們都堅信我們的初心 相信創意是我們作為建築師 一個很大的access 而那樣東西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我想我們都很想去 在未來的各個project裡面 我們仍然在每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能夠push boundaries 我們能夠在 無論是甚麼類型的project 很希望我們當能夠involve的時候 我們能夠帶到一個新的perspective 給那個trade裡面 無論是建築是interior是品牌 或者各樣的project 我們都很想做這件事 第三 我們自己都很喜歡小朋友的project 來的 我們將來很可能想做一些 和小朋友有關的空間 一條line 那一條line 那一條line是 我們繼續幫很多企業 corporates 去用很多 很多心機 去跟他們做 他們的 develop他們的 business strategies 透過engagement的方法 另外一條line 那另外一條line就是 小朋友 玩具 kids play equipment 幼稚園 兩條line 我們很相信未來是一個合作的世界 我們會跟德國的一個工程師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series的children equipment 可以在國際上買 我們很希望我們有一個軟空間的space 會在一些戰亂的地方 可以讓那裡的小朋友 有一些短暫的幸福和快樂 我們會更加有大的空間 去擁抱更加多的合作精神